我们就来看看对股市变得影响了 美欧股市目前最新的一个表现 帮您先做个掌握 在美中贸易大战的山极 再加上了全球第二大的行动电竞商 Voltafone计划要削减股息 遭到券商降频股价大跌5.2% 拖累了欧洲股市呈现的是全面的拉回 德法股市跌幅都超过有一个百分点 美股部分再来看到 美国股市跌幅都超过有一个百分点 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货品调高关税到25% 中国国务院周一宣布了反制的措施 就从6月1号起调高 对600亿美元美国货品的关税税率最高达25% 那么根据大陆官媒《环球时报》的推文表录 大陆还考虑采取其他的报复措施 包括了抛售美国国库券 终止采购美国农产品 以及减少购买波音飞机等等 那么现在看到了美中贸易战的紧张加剧 让美股再演黑色星期一 四大指数同步状态超过有两个百分点 而代表投资人恐慌情绪的Face指数 单日飙涨28% 就创下了去年10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他还没有决定何时会对中国另外3251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 而在6月底G20的高峰会上将会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两人会针对美中贸易进行会谈 此番谈话让美国的尾盘稍稍是收敛了一点跌势 我们先来看到道琼指数的部分 收到了开拓重工 波音高闪领跌 收盘有大跌617点 收在25324点 跌幅有2.3% 直接的回测年限关卡 那另外来看到的是耐赛指数部分 大约有18%的收入 来自中国市场的苹果 恐怕沦为贸易战的夹心饼干 股价重挫5.8% 拖累到了尖牙骨 全面收黑 耐赛指数收盘也大跌3.4% 收在7647点 是失守即限的 而跟中国联动密切的晶片类股 延续上周的颓势 超微NVIDIA重挫超过6% 台积电的ADR也大跌4.2% 费半指数中场下跌4.7% 同样是失守即限 而标普白指数则受到科技金融跟消费类股领跌 收盘跌2.4% 收在2811点 回测2800的整数关卡 这些美欧股市的收盘表现 也先行带你做掌握 好 第二点掌握是5月14号台股 期货夜盘交易的最后增加价是10408点 下点166点跌幅1.5% 交易量是8.4万克 累计所有月份 集交所夜盘商品总量是64.4万克 今天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消息 继续用一分钟时间带你掌握 美国10号起对中国总值2000亿美元商品 加征25%关税 中国昨天予以反制 针对2018年9月向美国5140项 总值600亿美元商品加税措施进行加码 最高从原来的10%增加至25 自6月1号起实施 美股全面重挫 中美贸易战局势紧张 外资昨天汇出近8亿美元 使得新台币连四扁 中场扁值1.24角 收在31.082元 创7个月新低 电子零组件恐怕将纳入美国最新的制裁目标 冲击下半年复苏行情 外资连四卖期限或偏空操作 台股资金加速落跑 高价股成了提款机 拖累指数再破季限大关 吐光4月的涨幅 中美金对太阳能业务后事事出加音 第一季已经正式转营 未来持续聚焦发展高效太阳能电池 目前有长约的保护伞 以及10个国家16个工厂 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冲击不大 更多财经资讯请持续锁定鼓动前潮 好 进步投资听看听 快速带你掌握在今天盘面当中 的一个焦点话题了 先来看到的一个个股呢 是这个财经啊 财经呢在最新的一个 公布出来的财报表现 手机呢是呈现有亏转营的 每股呢是赚0.06元 这也算是在台湾面板厂当中 唯一是持续呈现获利表现的一个个股 好 另外再来看到的呢 则是在台湾的这个高铁还有巨洋 现在是不是成为外资避风港了 中美贸易大战于波荡漾 外资资金躲进具有获利之深的传产股币险 包含了台湾高铁巨洋同步获得了买盘进驻 而高铁还有财报利多护身 手机EPS0.4亿元 创下同期次高 虽然股价大涨6.4% 再创下了是挂牌来新高 好 再看到比特币因为市场 避险心态升温 虽然再飙涨10% 攻上了7800元的关卡 那法人指出了 今年以来比特币涨幅金超过一倍 也带动了挖矿概念果奋起走强 虽然盘中包含了汉逊强谈近6% 创意利台也拧式抗跌 觉得投资人只是追踪 好 再看到是正量级的金控法术会 将陆续登场 下周期包括了富邦金 第一金 新光金 永锋金 还有国财金都要接力举办法说 那么法人聚焦了两大议题 分别就是美中贸易大战的影响性 国际会计选择FRS17的一个冲击性 看好 银行型的金控 是有望成为贸易战的受贿者 今天的盘面重点先行带一座掌握 恐怖掌握 目前亚洲股市的开盘表现了 中国大陆出手暴富川普 昨天美股重挫 日韩股市目前的开盘表现也是开低的 日经指数目前的重挫了超过一个百分点 韩国股市目前的跌幅是0.72%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